哈喽,小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老师要上千岛娃娃课 小朋友们拿出来这本书 我们打开第六页 今天老师要讲故事给你们听 今天的故事的题目是 分红毛单 先听老师讲故事 有一天有一个男孩子 他手拿着很多很多的红毛单 他说我分红毛单 他说我要分红毛单 但是我要分给谁呢 他想了一下 我就分给长辈 小朋友们知道长辈是谁吗 长辈就是比我们大的 比我们老的人叫做长辈 好,我们看看旁边的图 这就是这个男孩的长辈 他们是谁呀 他们就是爷爷和奶奶 他说先给爷爷和奶奶 他说我分红毛单 先给爷爷爷和奶奶 哇,这个小朋友很棒哦 他拿着很多红毛单 就分给爷爷和奶奶 然后我们看看下一个图 然后我们看看下一个图 他就会分给妈妈 刚才他给爷爷和奶奶 刚才他给爷爷和奶奶了 现在他要给爸爸和妈妈 那他就分给爸爸和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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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想一想我还要分给谁呢 然后他想了一下 就想到他还有一个小妹妹 他说我还有妹妹 所以我就分给小妹妹好了 然后拿给小妹妹 他说刚才我分给爷爷和奶奶了 也分给爸爸和妈妈了 现在我就分给我的妹妹 哇,这个男孩子很棒哦 好,然后他说 然后拿给小妹妹 最后一个呢 他说我分给爷爷和奶奶了 分给爸爸和妈妈了 分给小妹妹了 我还要分给谁呢 啊,他说 最后才给我自己 啊,他是个很有礼貌的孩子哦 他先把红毛单分给长辈 分给妹妹 然后最后才给他自己 所以他说 最后才给我自己 然后我们看看最后的一个图 他说 大家一起吃的真快乐 啊,他说呢 我分给大家 我分给大家 啊,他们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好,老师 再给你们读一遍哦 分红毛单 我分红毛单 先给爷爷爷和奶奶 再给爸爸和妈妈 再给爸爸和妈妈 然后拿给小妹妹 最后才给我自己 大家一起吃的真快乐 所以呢 小朋友们要学像这个男孩哦 他是很棒的 愿意跟别人分享 好,那今天的故事呢 先讲到这里哦 小朋友们在家也可以 讲这个故事 给爸爸妈妈听哦 好,今天的千岛娃娃课 先到这里哦 小朋友们再见